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开车的SRT恶魔 先去高速测一下急速 这个车加速还是挺快的 旁边有一个恶魔的标志 现在是天刚亮 我们去高速画一下 这个车貌似是6.2升 机械增加V8的引擎 非常猛啊 干嘛 比试的 一档只能跑到五六十吧 换档需要换的比较快 但是加速也确实挺快的 而且是大马力后驱 就开起来的感觉就是 把你往前推 就推 知道吧 把你往前推 虽然在游戏中驾驶 但还是有那种推的感觉 你看 加速的时候超级猛 不管它跑的快不快 但它确实这个加速非常给力 0到96公里加速往下2.1秒 游戏中的马力比现实中的大一点点 游戏中851匹 现实中好像最大840匹 左转 看 超级猛 这个动力 后劲比较大 1044牛米的扭矩 现实中跟游戏中差不多 这边咱们来一个弹射起步 车内视角 车内视角 这大早上这么亮吗 可能会有点打滑 毕竟这不是专业的路面 这是普通的公路 还可以啊 刚刚那个6换7的时候 可能换的比较早啊 我没看 这个视角确实太亮了 差点撞到我 操控还可以 毕竟现在都是直路 操控再不好的话 那没法玩了 差不多急速了吧 还有8档 8档应该也就是降噪音吧 降噪声音 我想从他们两个穿过去呢 让他们两个贴这么近 恶魔的叫声 有喵喵叫啊 声音还是非常不错的 胖胖 急速算特别快 但是驾驶起来的感觉非常爽 就感觉驾速超级美 328 应该也就330左右啊 大早上这么亮 合适吗 天空呢 接下来自驾游一下 尽量跑得好一点 这个地方就好多了 两边都是树好一点 这也太亮了 大马力转完的时候 蒙踩油门踩到底 它就会打滑 直接甩尾 飘移 不能被它影响 怎么都突然刹车呢 这个视角控制不了 这个视角控制不了 换 方向盘驾驶这种车的高度集中啊 稍有不留神就撞了 前面高价乔 还是使用冰日承车 可惜这个中控屏不会亮 可惜这个中控屏不会亮 这破车 这破车 还想看什么车都可以离安给我 虽然好多车辆没错 batいた 好多车辆 转完不及时回正的话 这车就飘了 看这个云门稍微给大一点 直接飘了 都不用拉手刹的 拉手刹也空不住了 第三层视角不在我们控制 视角拉的比较远 得提前反应 每次油门给到底的时候 这车都有一个抬头的感觉 后期车的面移 这家人继续 鱼肉 一分钟 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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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六十五 六十五在这个游戏里看起来这么慢 八十了 就在敌人城市要驾驶的时候才能转的比较猛一点 比较好控制一些 过了加年华了 不想飘台里飘 完事了 这边上这边好像我也不知道 太亮了 这个视角还好一点 就这样吧 完了想看什么车都可以连给我 这个确实不太敢飘 这边也没有适合我的路线就这样吧 第三层是要弹射一下的 然后结束视频 这个地方风景还不错 找一个稍微平一点的路 弹一下 就这儿吧 反正它弹的比较快 虽然这边是下坡 零到一百的加速了 好的 忙事了啊 那就不浪费时间了 我们的频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众朋友们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好